蜜蜂对于气候和蜜圆的变化非常的敏感 当气候渐渐暖和而且蜜圆充足的时候 蜜蜂就会有分蜂的情绪 一旦有了分蜂的情绪 蜜蜂就会起造新的王台 只要王台完成蜂盖 蜂和日历的时候 就会开始分蜂 这个时候蜂王至少带走一半以上的蜜蜂令竹新潮 通常分蜂的时间都在中午前后 一天温度渐渐的上升 这个时候蜜蜂会倾巢而出 在空中盘旋飞舞 接下来在巢口结团 吹动攻蜂西蜜蜂王离巢 然后整团的蜜蜂会离巢停留在附近再次结团 等到蜂王和蜂团结合后 在整群飞往新的巢穴 这一段影片记录了分蜂的现象和过程 主要分成三段 也就是蜜蜂离巢飞舞 巢口结团整群飞走 因为我们在巢口架设禁王片的关系 困住了蜂王 所以在外面结团的蜜蜂等待不到蜂王的时候 又会飞回来巢口再一次结团 蜜蜂会再一次吹动蜂王离巢 然后再一次的飞走 因为等不到蜂王的关系 最后整团的蜜蜂又回到了巢口 当一天分蜂的时间过去了 蜜蜂就会慢慢飞回巢口稳定下来 等待下一次蜂和日历的时候 再一次进行分蜂 通常我们会在这个时候进行拆箱的作业 解除分蜂的情绪 这段影片给您做参考 请进行分蜂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